開副加碼借10億 觀音良好過財爺 財爺又不是幫我們窮人出賺錢 和有錢人賺錢 你看李嘉誠 喜歡我多少十億 又可以拿回多少十億 鬼咩 中產財爺幫不到手 唯有找觀音打救 今天是農曆26 雙團觀音會開金庫 等信眾自己來拿 幫大家自負 難乖四百人 昨天一早 去鴻堪觀音廟排隊 當然希望 買六合彩 中合彩 買長馬 中馬 打馬仔 不要吃那麼多 當然這樣看 入夜 人就越來越多 今年廟放 還將最高借庫金額 由去年最多8.8億 加碼去到10億 沒有騙你 他就很幸運抽到 想做李嘉誠改勝 所以10億 你覺得是一個 身本以促的一個數字 絕對 根本超乎我自己的想像 不過 由早排到晚的房太 都不輸蝕 一億八千 可以買豪宅 不過 大坑棉花工 和鮑基灣天候廟 就和去年一樣 都是最多借8億 最少300萬 可以借這麼多錢 這兩年都多了來地客人 有機會就回來 因為內地人很多人信佛 都有信佛 不過後來聽朋友說 這邊很冷 所以我們就經常來 有鄉竹舖說他們 買製品都豪爽些 他們10歲 肯定 他們有三六的制度 肯定 有些是清潔 想去而已 留意時間 靠新玩靠新 怎麼都要靠自己的